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任了本地歌手向阳担任形象大使 他将到一些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他学习华文的心得 委员会也将加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以及通过举办歌词创作比赛等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华文华语的兴趣 去年夺下中国大型选秀节目中国新歌声亚军的本地歌手向阳来到圣玛格列中学重现比赛歌曲 迎来全场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向阳说自己求学时没有把华文学好 他在中国参赛期间恶补中文水平有所进步 我自己最有效的就是学背歌词的时候 背歌词的时候因为我是在纸上慢慢写一个字写 那如果碰到一个不知道的字我就会放一个汉语评音 就用Google翻译 背了一首歌就是算可以学到三四个新词 他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有跟我们说 其实他的华文水平并不怎么样 不过因为他坚持他努力 所以到了总决赛其实他讲的话是非常流利 我们就觉得他真的很适合当我们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的代言人 教育部政务次长刘彦霖表示 由于这代学生属于数码原住民 所以有必要通过崭新的方式推广中文学习 委员会也推出了新标志和口号 爱上华文 为学习华文注入年轻气息 未经许新标志和玉城 看到您的位置 请稍不知新标志和地勾 Aaron